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在网上传书的时候不能直接传对象 对不对 对象在内存中也不能持续保存 你需要干这俩事的时候 就需要将对象串形化 对吧 串形化之后 就是咱们上几个说的 把一个对象 这个是一个类 用这个类生成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转成 串形化之后变成了这种格式 对吧 对象一般的咱们怎么干 对吧 一般能借助塞神 在不同胶本里面用同一个对象 不然的话 你访问一个服务家多个PRP文件的时候 每个里边都得新建这个对象 对吧 如果在每个 你访问项目里边多个PRP文件 想用同一个对象的话 用塞神计算 后边咱们觉得会要控制 但是在塞神传之前 塞神里边也只能接受这种自乎串的格式 对不对 串形化后 就会让多个PRP 共用同一个对象 不然的话 每个PRP文件就得新 你有一个对象 去使用 你也知道问题吧 对 那咱说对象这么多 其实在咱们后边课程里边 咱们经常用到的一种数据格式 怎么办 数据用的存数据内容的数据比较多 听懂吧 所以数据也有串形的这个概念 数据和对象 是不是都要复合类型结果 对吧 比如说我这块有一个数据传给你 对吧 或者我PRP的数据传给加斯块 或者我PRP的数据传给西加加 或者加瓦的数据传给PRP 或者是加瓦的数据传给西加加 等等等等 跨语言和跨机器数据都要去转换 那这个就叫做数据的串形化 咱们也有一个统一的格式 叫做Jason 听懂啊 Jason 那这节课完事呢 之后咱们会介绍一下Jason的串形化 咱只是先稍稍了解一下 好吧 那这节课看一下串形化 咱们需要使用的是一个魔术方法 是不是 咱需要的用到魔术方法 那咱说已经能实现串形化了 这个过程了 为什么还要用到魔术方法呢 还需要干什么呢 比如说 夏天队长举个例子 比如说一个飞机出故障了 对不对 然后呢 咱先返程去修 但是那飞机比较大 对不对 并不是说所有的出故障 比如说就是轮胎出故障 你有必要把整个飞机返场吗 是把轮胎卸下来 翻场就行了 对不对 飞机是有轮胎的 虽然它是天上飞 但是呢 大的客机 它是有轮胎的 对不对 那对 就是骨肉啊 那咱是不是只把骨肉卸就行了 所以呢 对于一个对象来说 属性是代表对象的 一几个状态 对不对 咱说吃酒化的时候 只要保存属性信息 是不是就保存了 而方法只是结构信息 是不用长久保存的 对不对 只要累拿到了 方法就是拿到了 对不对 而只有对象的属性是什么 它的 属于它的状态信息 听懂吧 但是呢 并不是说窜音化的时候 比如说 在我这用 用到这里边的十个属性 但是我发给妹子的时候 怎么的 妹子呢 只需用到两个属性 是不是就够了 那我没有必要将所有这十个属性 全给他 可以给他一部分就可以了 将一个飞机 只有骨肉坏 我只要把骨肉运用的管场 是不是就行了 不用把什么飞机绑子 飞机窗户 飞机座椅都拿回去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 所以呢 这是按需 什么个别的需求 去使用 就可以了 那比如说 前面咱们串情化的时候 也可以简单看到 这个串情化的什么 这个部分 你看名字 什么年龄 性别 什么还有这数据 是不是都传过去了 现在 看一下 我另外一种串情化 怎么串情化呢 在这块 这个串情化的过程 怎么能将一部分数据带过去 就是在串情化的时候 会自动掉一个模式方法 串情化 相当于这个对象 它就用休眠状态 对不对 比如飞机 想把串情化都拆碎了 是不是它展示一些故事工作 就休眠状态 所以会有一个这个方法 杠杠 S L 死定 是不是睡觉 这个方法 所以串情化的时候 这个模式方法 是一个模式方法 是什么 在串 形化时 自动 调用的方法 这种啊 那一会咱们这时候作用 先看串情化的时候 能不能自动调用这方法 我在这块加一个 在下面 backship 杠杠 SREP 对吧 在这里边 我输出 这个是 串情化时 自动 调用的 就输出这一句话 你看一下 我在执行串情化的时候 能不能调用它 如果能调用它 是不是就执行这句话呀 好 我们看一下 前面看一下 是不是写的时候 能串情化呀 right 点PAP的时候 因为right 点PAP 是不是这文件 是不是在这执行 串情化过程 执行这过程的时候 调用这个 休眠的方法 我好像没调出什么 调出了 faction 杠杠 SREP 休眠的词是这么写的吗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保证是锐的 PAP对不对 乱一点点PAP 刷新一下 你看下面提示这个 当然这话 怎么的 他需要反问一个数 咱还没写到 他给一个提示 对不对 我指示 你看一下 现在这句话 执行 执行了 就说明 咱们在串情化的时候 是不是调用到了 这个类中的这个方法 对吧 但是呢 它提示一个错误信息 对不对 这个错误信息 当然咱是可以屏蔽掉 对不对 但是呢 咱们就得知道 它的作用 为什么会有那个 其实信息 作用是什么呢 看一下 这个什么作用 作用 这个方法 为什么要写它 对不对 咱们也知道 在串情化上掉 掉了它有什么用啊 对不对 它这里边可以干嘛呢 可以设置 对吧 需要 需要 需要串行 画的 对象的 属性 可以甚至需要串一画的属性 就要部分串一画 如果不加定方法的话 是全部的属性都串一画了 如果加上这个方法的话 怎么的 你可以想要哪个串一画 哪些串一画 对吧 那指定部分 有可能指定一个 有可能指定多个 所以呢 肯定是跟数族有关嘛 对吧 所以这个里边方法很简单 怎么做到这一点 是吧 只要在这个方法 只要在这个方法中 干嘛呀 返回一个数族 在数族中 声明了 哪个 属性 名 哪个 属性 就会 被 对 被 串 形 化 没有 在这个 数族中的 就不被 串 形 化 就什么 默认 不加 数族 不加 这个 魔术方法 怎么的 全部 属性 都 串 形 化 这能理解吧 对不对 所以我们想 比如说这里边 一共有四个属性 对不对 对吧 我现在只想串一句话 名字和性别 比如说 年龄和性别吧 对吧 挑两个随便 你挑一个两个 三个都行 听懂吗 那 我现在就是年龄和性别 或者名字和年龄都行 对吧 我只要在这会儿返回一个数族 返回一个数族 什么数族呢 数族里边存一个名字和一个年龄 这样的话 返回哪些属性 就串形化来 就这意思 听懂吗 所以这话 我这会儿加一个 输出吧 上面可以加一个输出 因为直行的输出 对不对 只串形化 什么 名 内幕 和 A 对吧 然后我们看一下 串形化代码 我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是不是指串形化名字的内幕 广东这样成功 是不是这样 那串形化是不是串形化这些呢 对 对 咱看一下这文件就像 原来这文件 加点文件 或者是我观的重开一下 你看一下 是不是变得很短了 里边是不是名字 张三 年龄十 其他新医生看不到了 那你通过这个字幕串 不能说把四个属性都返回来吧 这里边只保存两个 是不是只能返回两个 对吧 现在是不是理解 这个串形化中 休眠的魔促 方法的作用了 对吧 这就是串形化部分 默认是全部的 那咱们还有一个模式方法 是在反串形化的时候 自动调用的 是这个 杠杠 make up 这次什么意思 对 上面是睡觉 这边叫醒 对吧 那这什么呢 在反串形化时 自动调用的方法 对吧 那还有的时候呢 在反串形化自动调用的 咱们知道了 串形化的时候 那个sleep 咱们知道才作用 作用了吧 那wake up 醒来的时候 做什么事呢 先看一下 是不是在这个时候 自动调用的这个方法 咱们先读一下 先写上 对不对 再说的作用 杠杠 wake up 是不是这个 里边输出 反串形化时 自动调用 我这个方法了 可以吧 那什么是反串形化 read 这个是不是反串形化 这个时候会自动调用 这个方法 就是什么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程序里边 能不能调到呢 read.pd 没车 反串形化时 自动调用我这个方法了 是不是这样子 那反串形化的时候 它只有名字 张三年龄十岁 性别是不是 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对不对 当然在反串形化里边 调用其他也没有了 比如说 你看 咱们的数读是不是也没有了 所以你调用这里边的 wp里边 还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什么用的 aaa什么方法 这些东西 对不对 是不是没有定义 这个方法 对吧 这些东西提示了 不做了 原来是不好使的 因为有那个速度 是不是没串形化过来 只串形化过来 好 反串形化 这样的方法了 但是呢 咱知道它什么调用时机 还没有用 最主要的时候 咱知道什么 只有知道 它的作用 咱们才知道 什么时候用它 是不是这意思 不然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调用 不知道它的作用的话 你什么时候用它 对吧 嗯 那什么时候 用它呢 记不记得 它前面学过两个构造方法 两个方法 杠杠这个 我写在下边 杠杠 西红台 TR游戏 学过这个吧 他也学过杠杠 CROE 这个学过吧 对吧 这两个作用 这两个作用是不是相似的 嗯 这个构造方法的作用 构造方法的作用 能知道 是对象一诞生 自动作用的 为常言属性 处始化的 对吧 而这个呢 是科隆 一个对象 对不对 对副本的一个对象 新科隆出来 副本对象 进行处始化的 对吧 前面他们重点 说过一句话 什么呢 只要有对象 重新诞生 就要有办法 对属性 重新处始化 是不是的意思 那么 咱们将一个对象 串言化 怎么叫做休眠 对不对 然后再把这个对象 唤醒 算不上这个对象 又一次重新生命 对吧 睡着了再醒过来 是不是算是一个新的 豁然一新的感觉吗 所以呢 这个反串言化的时候 也相当于 从字幕上又转换对象 一个变新的方式 对吧 所以这个的作用就是什么 对 对不对 把串行化 回来的对象 进行出始化 出始化 用 和下面两个 喊两个方法 什么的 作用 是不很相似啊 和下面两个作用是相似 都是在对象不同时机 醒过来或者诞生 才出始化用 对不对 那比如说 这个 他休眠的一过程 比如说睡了一年了 原来的年龄 是不是十岁 对不对 现在你看我这里边 就简单写一下 这里边 直接将这次 这次反串言化 用的 这次代表反串言化 后来的对象回来了 这次里边的年龄等于什么原来的年龄加一 比如说原来十岁 睡了一年了 比如说睡了两年了 我给了12 对吧 现在你看一下反串言化回来的年龄是不是12岁 是不是12岁 对吧 咱们存的是不是10岁 反回来的是不是12岁 睡了两年了 对不对 咱改一下 当然了 并不是说所有的属性 串言化和反串言化这两个方法使用一定要记住诗机 并不是说所有的都需要部分串言化 大部分的还是全部串言化 对不对 那并不是所有的成员属性都需要串言化 对吧 但是如果有这个诗机 你要知道在哪里写 这就是串言化和反串言化两个模式方法的作用 对 听到吧 嗯 那到这里呢 咱们串言化也介绍完了 在串言化中涉及到的两个模式方法 咱们也介绍完了 有用到的时候 但是呢 不是经常用 也是一个重点内容 并不是说经常用的就是重点 对不对 有用到时候不太好理解也是一个重点 对吧 不管什么语言里边 只要涉及到对象都有串言化的一个过程 P不例外 对吧 大家要了解这个过程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几个串言化就介绍到这里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课件里边给大家提示的一些重点 刚才也都说了 对吧 嗯 好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